好,咱们看一看guando这个特殊语问词,它应该怎么用 那刚才咱们建立一个不加中音符号guando 刚才强调大家是什么,是不是它没有什么中音符号 而且呢不中读,它表示什么,当什么什么时候 然后再有,它现在跟它的区别是在哪 是不是在这个词自身中音位置上加了一个中音符号 咱们之前学过,只要是特殊语问词都有中音符号 中音加在哪,自身中音位置上 所以它在自身中音位置上这个a 加了一个中音符号以后,那这个用法 那这个词就变成了什么,什么时候 用于提问事件发生的时间,对不对 那比如说,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这是不是引导的是一个特殊语问句啊 它是一个疑问副词,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回来,特殊语问词完了以后应该是什么 动词,对吧,那是不是就是guando vuelves 那回哪啊,回家 guando vuelves a casa 那比如说,它可以回答什么,明天,对吧 然后再比如说还可以回答什么,今儿晚上 那如果说它有更精确的时间点 那它也会问什么 那是不是就会说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回答 那再比如说,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那是不是这个特殊语问词还是什么 guando 那是不是你请我啊,那是不是就是me invidas 请我干嘛呢 a comer,邀请某人做某事 咱们已经讲过了,对吧 guando me invidas a comer 那这个特殊语问词也非常的简单 那像提问时间的特殊语问词 咱们一共学过几个,两个 一个是guando,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age hora 那这两个区别在哪 那age hora问的是什么 具体的时间点,在几点做什么事 你一问出来age hora 我回答肯定是在三点,在五点 回答的是一个精确时间点,对吗 那像这个guando呢 guando它回答,它问的是一个什么 时间段,那你回答可以是一个多少时间 oy manana,今天明天,对吧 如果有精确的时间点 也可以是精确的时间点 所以这就是两个 这两个提问时间特殊语问词 它的一个不同 好